中国人民币贬值 一些国人称低吸购 包括中国油子也排队买人民币 而美元上升到钱币兑换商 脱售美元的民众 则增加超过15% 不过糖果进口上 却因为美元升值而受到冲击 来看记者吴良显的报道 目前本地市面兑换率 以新元兑4.54人民币 钱币兑换商协会表示 旗下180家钱币兑换商 均有人趁人民币贬值 排队买入人民币 但人数平平 据先回观察 脱售美金的人潮也比平时多 新加坡完聚集糖果商工会 受讯时说 由于从中国进口糖果 都是以美金交易 因此虽然人民币贬值 但糖果价格年底还是看涨 为了促进出口 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 它的出口价格 来缓冲一下我们进口成本的涨幅 这个是一个场势 我们跟他们在商量 我们这边的销售的价格 等到旺季来临的时候 因为成本的增加 你保不住那个成本 你不得不要把这个价格 要稍微调整上来 新传媒新闻记者 胡梁显报道